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市長包澤說 將大麻合法化的一項法律將會在星期四開始生效 一些國會議員曾經警告說 華盛頓實行大麻合法法將會違反聯邦法律 去年11月選民投票支持一項有關大麻的法律 依照這項法律可以合法持有和吸食五分之一黑的大麻 該法律還規定少數種植大麻屬於合法 但是在公開場合買賣和吸食大麻刑屬非法 在華盛頓之前 阿拉斯加州、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已經實行大麻合法化 但是華盛頓不是州 它又開始受到聯邦政府的監督 沒有國會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人查菲池警告說 鮑澤市長和華盛頓其他官員 可能因為實施大麻合法化而入獄 但是鮑澤毫不退讓 並表示他和查菲池在法律問題上存在分歧